各位观众,NOW NEWS今日新闻采访团队呢 持续守在第一现场哦 那么为大家做报道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会在花莲县的寿峰江 这个利点呢,现在是在台11县的39公里处哦 那么由于这边现在发生了陆基掏空参差的现象 因此呢,不管是要从台东往花莲呢 或者是说花莲往台东都是道路受阻的 那我们这边现在现场就有一位呢 住在台东的居民,他要回到成功的地方呢 那么因为这边陆基掏空 他在车上呢,等了非常久哦 那你可以跟我讲一下说 您的状况是遇到什么样呢 我们就是差不多从四点要从花莲回到家里 但是五点半的时候到达寿峰区的地方 发现前面就是路面摊坊 然后在进行施工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经由当地的人解说 他跟我们说最快大概八点可以进行 道路可以通行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等了 可是到八点我们发现就是 时间跟他们所说的不一样 就是可能施工还在进行 所以我们动真的很大 对 所以你们几乎等多久 差不多等了四个小时 因为现在我们访问的时间呢 已经到了晚上的十点多了哦 所以刚刚公务人员跟我们讲 就是说大概好像已经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呢 可以稍微用这个填土的工作呢 稍微把路先填平恢复单线的通车哦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路段可以赶快通哦 因为呃现在呢在北回的部分呢 由于公路的部分哦 这个花莲呢是有很多地方的路 那些东西都是坍塌或者什么不完的 无法通行 所以像我们今天从台北要往花莲市区来 挺进的时候呢 都只能从南部走南回公路来前进哦 那么实际这个交通是相当的困难重逃 而刚刚公务人员也跟我们讲了说 这个归路单线通车之后呢 我们是可以先顺利的往花莲来前进 但如果说呢 如果说您经过这个路段 不想要因为陆继超空等候的话 是可以先走的 改走台十一假训哦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现场为大家 呃连线到了最新情况之后 最新情况有帮 就是为大家来进行报道